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 Nissan Tiana J31 這一台車在當時台灣同級競爭的車種 有 Toyota Camry 還有這一部 Honda 的話就是 Accord 所以這都是大概中大型以上的房車 這部車 車主之前也有改裝了避震器 可能用了時間很久 所以已經損壞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車主的比較特別一些改裝的地方 這一台一般來說 這台車是2000cc的引擎 車主的話已經有做了一個改裝 所以這一顆引擎是2500cc 所以馬力還有扭力的話 都比一般的J31的話還要來的大一些 這個是2.5升的引擎 其實這一顆引擎有很多 Nissan的車款 都是共用的 在這裡的話 可以看得到這裡是避震器的上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車主原來改裝下來的避震器 跟KT的有哪裡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這個品牌 這台車J31呢 原來前面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 黃圈分離的結構 後方的話 結構設計呢 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前面的話呢 這個品牌應該是配置8公斤吧 205長8公斤 後方的話 這個彈簧蠻短的 大概只有150mm 所以後方的作動的行程呢 就會受限制在這個彈簧的長度 所以它會比較偏向靜近一點點 它的作動行程很短 所以要達到大型房車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呢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兼備 這個是原廠的輪胎鋁圈 這是215 55 17的規格 原廠就已經17吋了 那這個中大型房車 很多都已經改到18 甚至是19吋 它整個的車格呢 比較大型 所以會建議改的尺寸 一般都會升級18 甚至是19 都很OK 那我們先來介紹 前面好了 因為後方的話 師傅還在施工當中 那前面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 KT一樣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不需要拆原廠的來沿用 那在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到阻鈴 這裡有一個旋鈕 它可以旋轉 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調整的方式 就左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前面的話 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個的話都一定啊 因為KT很多都有外銷 所以一定要符合 國外的一個安全規範 所以這些的話 都是這台車所專車專用的規格 還有這裡有一個離載串 這個離載串的話 也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在這個地方 那這條彈簧比較特別一點啦 因為這樣的中大型房車 它的舒適度的話 其實如果是Civic八代九代 甚至是我們工廠裡面有的一台試乘車 Golf的GTI 那這樣的車型 它的操控感覺呢 要比較清晰一點點 要比較偏向性能一點點 可是 像我們公司裡面 另外有一台是 跟這個年份差不多的 是六代的Camry 那一台的話 其實設定的也都很舒適 那像這樣的 J31的大型房車 它所需要 市場的主流呢 是要讓它能夠 應該要有的一個 大型房子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就一定要兼備 所以KT在彈簧上的話呢 花了很多的功夫 譬如說這條彈簧呢 前面我們有做設計上的變更 把它變更成 一樣是200長 但公斤數的話是7公斤 可是 並不搭配 並不搭配直捲彈簧 因為直捲彈簧 它的操控會比較好 可是如果要兼備到舒適度的話 直捲彈簧恐怕就比較沒有辦法 兼備得那麼的完美 那這條彈簧 我們打了一個燈籠狀 葫蘆狀的一個彈簧 它是200長7公斤 所以它的彈簧的距離呢 也比較開 那它彈簧作動的行程呢 也會比直捲彈簧還要來得到 大概多了30%左右 所以這樣的彈簧 它不論是下壓跟上拉 它有大概35%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就會來得舒適很多 那在車高的調整部分呢 KT的設計是靠彈簧 跟避震器是分開 它是統身可調 所以調整的部分的話 是靠腳管的這個地方 來做車高的調整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呢相當的寬 那前面的話它在上面洋膠孔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椭圓孔 這個椭圓孔呢 就是能夠在定位的時候 能夠做微幅Camper的一個調整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用料的話 KT所使用的主寧友 我們還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寧友 那像是油風的話呢 這個品牌 日本的Team有很多的車友 Z31的車友都裝的是日本的Team Team的話它所使用的 也是日本NOK的油風 KT一樣使用是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品質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安裝起來結構還蠻簡單的 後方的話就比較複雜一點點 後方的話它原來的結構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這個KT的設計是跟原廠一樣 它並沒有做成把它彈簧 跟避震器做成一體 因為把它做成一體的 它的整體長度啊 受到限制 它的舒適度 就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兼備 好 那這個彈簧呢 後方是配8公斤 210長 那長度比較長 公斤數字的話是適中 所以它作動的長度呢 就比這樣其他品牌的 多了6公分左右 所以它6公分的行程跑出來了 當然啦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它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那像這樣的原廠結構啊 它在改變車高的時候 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長度 來改變車高 我們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這台車 車主的話要求大概 兩指半左右 兩指半左右 所以這台車 我們最低也有辦法做到 輪胎跟葉子板幾乎達到切齊的程度 那這台車 J31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後輪的 輪胎的Camber角度 我們一般說的外巴內巴 這個角度呢 是原廠也可以調整 竖腳 投影的話 原廠也都有一個偏心螺絲 可以來做微幅角度的調整 所以這台的定位角度呢 能夠做得很精細 它能調的兩個背景條件呢 都有兼備的偏心螺絲可以來做調整 好 這個是彈簧的部分 那旁邊的話它有一個筒身 剛剛車主的話也有問說 這個筒身為什麼也能調整 它筒身調整的長短 並不能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一定是靠彈簧上方這裡 這個筒身的長短呢 它是來配合它彈簧的預載值 像這條彈簧它是210mm 21公分 它的預載呢大概抓5mm就好了 不能預載過多 預載過多的話 它的空間速變高 舒適度的話就會犧牲 所以這台車啦 J31來說 它安裝的所有的重點呢 就是在後筒身的長短調整 我們不能把筒身調的太短 也不可能調的太長 太長的話它彈簧是送托的 也會有異音 所以這台車整體的一個 安裝的重點 就是在後方筒身呢 不能做得太短 主尼的調整後方的話 是坐在上座的上方 KD的話也有附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 這台車主尼的調整呢 是在後座 有一個飾板掀開 就能做主尼的調整 那也還蠻方便的 它的後方是一個短行程 如果下一個世代的體驗 那J32呢 它的下支幣跟上固定頂呢 就刻意拉長 所以J32的話 如果之前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就有看到J32 跟J31差異最大的地方呢 就是在後筒身的部分 好 那這個 這台車的話 車主還改了一個 雙出的一個排氣管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還蠻霸氣 如果 再把輪胎加大到十八十九的話 哇 那整體的氣勢就很棒 OK 以上是今天 Nissan Tiana J31的一個安裝介紹 那KT的話 也有相關車款的一個試乘車呢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如果車友們 有想要 了解KT的BNC整體乘坐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很歡迎來KT的工廠 或者是到我們 KT的北區經銷 中區經銷商 甚至是南部的經銷店家呢 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給大家來試乘 那試乘的時候 覺得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影片 謝謝 掰掰